今天我要与大家一起来交通思想的题目是叫做所踏之处 经文是出自于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六节 所以在网路上的弟兄姊妹您可以翻到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 或者我们看着荧幕可以一起来思想这个经文 让我先用中文来把这一段经文先念一次 一到五节然后我请丽娜姊妹用英文念一次一到五节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 耶和华小遇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 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我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从旷野和这尼巴嫩直到柏拉大河赫人的全地 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境界 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我不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Joshua chapter 1 verse 1 starts after the death of Moses the servant of the Lord the Lord said to Joshua the son of Nun Moses' assistant Moses my servant is dead now therefore arise go over this Jordan you and all this people into the land that I am giving to them to the people of Israel every place that the sole of your foot will tread upon I have given to you just as I promised to Moses from the wilderness and this Lebanon as far as the great river the river of Euphrates all the land of the Hittites to the great sea toward the going down of the sun shall be your territory no man shall be able to stand before you all the days of your life just as I was with Moses so I will be with you I will not leave you or forsake you 圣经是非常奇妙的一本书 神借着以色列人 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历史 成为指引我们这一群 新约信徒 灵命成长的路径和过程 这里面历史的记载 它里面充满了 属灵的寓意和教导 要了解约书亚记 第一章后面背景的话 我们必须要从摩西时代开始 在约书亚记第一章 这边讲到 神要约书亚起来 要去进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做迦南地 也叫应许地 那他们之所以 为什么会在迦南地之外 在应许地之外呢 他们为什么又要进去呢 我们就必须要把历史 再往前推一下 原来有一群人 叫以色列人 他们当时是在埃及 做奴隶 做了几百年 他们就呼求神说 神啊救我们 神就兴起了 一位叫摩西的领袖 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 离开埃及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过一个关卡 那个关卡叫做红海 埃及法老王 当然不喜欢自己的奴隶 跑掉 所以那个时候 法老王就召集 他的军队要追赶 这群以色列人 他们来到红海渡口的时候 这一群以色列人 就再一次呼求说 怎么办 这是他们生命当中的 一个关卡 在那个情况底下 后有追兵 前有红海 他们非求告神不可 因为他们要不然 就是被这群军队逮到 被杀 不然就是抓回去做奴隶 他们这个时候求告神是别无选择 这时候求告神是因为他们要求神来拯救他们 但是当他们出了埃及地过了红海以后 这一群子民又不断地抱怨 居然有人想要回埃及 神就让他们在一块地方 那块地叫旷野之地 在那边晃荡了四十年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故事就来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约书亚记第一章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带领他们的领袖摩西死了 神就呼召下一位的领袖 约书亚继任出来 要带领这一群以色列民 现在不要再呆在旷野 现在要度过约旦河 进入应许地了 他们就面对了第二个关卡叫做约旦河 那第一个关卡跟第二个关卡差别在哪里呢 第一个关卡他们是性命交官 他们是危险在后面就在追赶他们 现在他们来到一个地步是危险在前面 我要不要过去 而且他们现在的地方已经待了四十年了 不日子也不过得挺不错的吗 但是虽然不是很丰盛 但是日子过得去 现在要考虑要不要过河 再也不是需不需要被得救的问题了 因为过河之后就是他们陌生的一块地域 它是他们完全不知道不熟悉的一个地方 他们将要放弃他们现有的生活习惯 和他们熟悉的环境 不单如此 他们也知道过河之后 不单单他们的地形 还有所有的环境不熟悉 他们还要面对强大的敌人 因此第一个关卡是需要被得救 但是第二个关卡对他们来说是冒险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就是如此吗 当时我们愿意接受主 是因为我们需要被得救 然后我们的生活就进入常规 进入一个安稳的一个状态 我们安于现状因为动荡会带来不安全感 这也会破坏了我们所谓的习惯 我们的天然个性是不想动的 最好稳扎稳打安稳度日 何必加添无必要的压力 那神在这里要怎么样带他们过去呢 神跟约书亚说 这个应许地是我现在要给以色列民的 原文在这边是一个现在进行事 我现在要给你 就是现在 但是他接下去说 这块地我已经赐给你了 在中文他是说 曾经赐给你了 更好的翻译是 我已经赐给你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用语 就是说神说 我现在要给你一个礼物 我现在给你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是我老早就给你 就好像我们今天有手机 我们一拿到手机的时候 里面各式各样 我们想不到的功能都在里面 但是我们不知道有 只是等到有人跟我们说 你手机还可以这样子用 神在这边跟以色列民说 你现在要进去拿那块地 不要担心 因为这块地我已经给你了 这是一个过去完成式 我已经给你了 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进去之前 你已经是这个地的主人了 你只要去领取就好了 就好像你房子过户的时候 你现在人还没有到房子那边 但是在律师事务所 律师已经跟你说 现在这个房子的地契 已经是你的名字了 钥匙也是你的 你是合法的拥有者 你人只要到 这个屋子就是你 有很多时候 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也是如此 也许我们会为他们 选购一些这种所谓的债务基金 等到我们孩子到18岁的时候 进大学的时候 这个基金就可以拿出来用 这个基金的名字 老早就是我们孩子的 那我们基督徒是否可以从这个故事当中 有所学习呢 以色列民的产业是那块应许地 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地 那我们基督徒的产业是什么呢 大卫告诉我们 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产业 也就是说 神为他们的子民 准备好了一个产业 就好像神为以色列民 已经准备了好了一块地 那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子民 我们这一群基督徒 我们的产业是什么呢 居然是神自己啊 神把祂自己给了我们 以色列民可以在他们的 应许地里面享受成家立业 神希望我们在祂的里面 享受一切的生命的丰盛 那到底是怎么样给我们 在新约讲得更明白更清楚 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 给了我们这个产业 以福所书里面讲到 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父神 祂在基督里 神赐给我们天上 各样属灵的福气 中文用成这个字 我相信在翻译的时候 如果今天我们用已经这个字的话 会更来的切提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现在已经 已经哦 是已经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所以我现在问大家一句话 你有没有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 有没有 但是你经历了没有 有还是没有 你经历了吗 这边是说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有了吗 在这边是说神说你已经有了 但是你可能还没有 取决是你要不要 已经是你的 你手机里面各样的功能已经有 但是你要不要去用它 你感觉你有没有这个需要 接下来彼得也这样的说 他说那次诸般恩典的神 曾在基督里 招你们享受他永远的荣耀 请问大家现在享受了他荣耀没有 我可以跟大家很明白的表达 我没有 有的时候我做生活觉得苦哈哈 但是神跟我说他已经给了 我已经有了 神在这边借着约书亚记要跟我们说 问题是你要不要 所以神在这边已经告诉约书亚说 你跟你们以色列人 你们接下来的目标是要去得到 我已经给你们的东西 神也在对我们这群基督徒说 他已经把天上属灵所有的一切丰盛 全部已经给我们了 耶稣来 他是说他要让他的羊得生命 并且要得得更怎么样 请问你有更丰盛吗 还是说不知道我已经更丰盛 在此神要以色列民 他说你要去得产业的意思是说 你要去接收产业 神要我们去得到 并且享受去拥有 接收他已经给我们的产业 因此神对我们的心意 不单单只是我们过红海 那是叫得救 神还要我们过约旦河 那叫得胜 但是对以色列民来说 这一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在河的那一边 也就是应许这地的地方 现在住着有一种人叫做亚纳人 之前他们已经派了间谍 或者说当时的用语翻译叫做探子 已经派了探子跑到那块地去侦查过 他们发现有一种人 他们给他取名叫做亚纳人 或者以色列人给他们取的外号 亚纳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巨人的意思 所以在生命记的时候 这边也记载 他们说亚纳人 那一族的人 又大又高 我怎么进得去呢 他现在在那边占据 他们是我们敌人 而这一个敌人 是我们无法胜过的 我们基督徒也有在生命当中 遇到很多的敌人 我们是认为我们绝对无法胜过的 不论是人际间的关系 身体的疾病 我们有一些事情认为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让我与大家分享一段 耶稣对他们门徒 发生的一件事迹 这出自于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我为大家攻读一下 耶稣随即推门徒上船 先渡到那里 等他叫门众人散开 散了众人以后 他就独自上山祷告 到了晚上 只有他依然在那 那时船在海中 因风不顺 被浪摇汗 夜里是今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了 说是个鬼怪 便害怕叫起来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不要怕 彼得说 主啊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 走到那里去 耶稣说 你来吧 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偶发的一个事迹 在这个偶发的事迹当中 其中的一个门徒 突发异想 跟主说 主我要跟你一样 我要走到水面上 后来故事的演变是 彼得果然走在水面上 我们一般读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彼得非常莽撞 非常突然所发生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们仔细去看见这节经文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这件事情发生在耶稣喂饱五千人以后的事情 他们那个时候在加利利海岸旁边 然后耶稣叫他所有的门徒上船 你们先渡到岸的另一边 然后告诉他们说我随后就到 我想门徒坐这个船行到一半的时候 那耶稣没船啊 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你今天如果带一个你尊敬的老师 到某一个地方餐馆吃饭 然后那个老师说你先走 然后你就把车开走 然后呢 耶稣跟他们说我随后就到 这一批门徒在船上 他们就想那耶稣待会怎么来啊 后来他们发现耶稣走在海面上 我觉得是耶稣刻意 他要让门徒知道他是谁 他要门徒渴望他的同在 他要他的门徒经历他的同在 他希望他的门徒愿意 彼得说主啊你既然走我也要走 耶稣没有责备 耶稣说来 彼得一走 这个经历就是他的 多少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障碍和挑战是极其之大 是我们绝对无法面对的 但是神对我们说 他实际上有一个产业 有一个应许 有属灵的丰盛 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 都已经计划好了 准备好了 也为我们量身定做 是神说你要不要啊 神既然要给我们 神既然要让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去得到神已经要给他们的 他就是要约书亚和他的百姓去经历胜利的喜悦 不是去经历失败 神也要我们这一群基督徒要经历他能够超越一切的这个能力 要让我们生命当中有所经历 甚至要我们基督徒胜过 我们知道我们天然力量是绝对无法胜过的挑战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 既然神真的要给我们 我们又知道我们是绝对没办法去面对的 我怎样真实着去得到这个应许呢 圣经上面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能够得到 神跟约书亚说现在 主跟我们这一群属于他的子民 我们追随他的人说 就是现在 但是对约书亚来说 开玩笑啊 如果根据圣经的学者 去研究的话 知道那个时候约书亚 已经是至少七十岁 甚至有可能到八十五岁的这一段年纪 他已经在收 那个social security 他已经上公车的时候用老人卡了 对不起啊 人到一个一定的年纪觉得真是日子好好过就好了 头痛的事情越少越好 但是我们知道约书亚的个性是非常勇敢的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跟神说神啊 我现在要去Florida了 但是神说不 就是现在 不单单是现在 而且就是你 神要给我们生命一个目标 神是我们的标杆 他在我们生命当中 也给我们不同的使命 如果我们没有从神而来的目标 我们就是为了活而活的话 死亡就成为你我的目标了 神接下来说 你要怎么样去获得呢 神对他 约书亚说 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 王国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 凡你们 狡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的 摩西的话赐给你们 神对约书亚说 你要起来 然后你要带领以色列民全体 全部进迦南地之后 全部脚踏的地方 就是你们的 神的心意是要他的子民 全体一起经历他极大的恩典和计划 然后全部的人一起经历 去尝试这个又真又活的神 同心协力 人越多 动作越快 地就怎么样 人越多 然后我们动作越快 地会怎么样 地越多嘛 越大了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美国以前有个节目 叫做Supermarket Sweep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节目 通常就是有三对夫妻一起来比赛 然后他们去猜每样东西的价码 如果他们前面猜答对的题目越多的话 他们最后一个游戏的时间长度就越长 到最后的那个游戏是怎么样 他们如果前面击的时间 一直可以击到三分钟的话 他们就可以在三分钟之内 拿着Supermarket的Shopping Card 然后到Supermarket 所有地方所有东西都放进去 然后就是他的 好不好玩啊 神就是要我们这样子 我们今天在世的年日有限 神今天给我们一个Shopping Card 神今天给我们一个Shopping Card 神说你就推个Shopping Card 赶快跑啊 你脚所到之地的应许都是你的 因为神说他已经把天上一切的祝福 福气都已经给了我们 但是怎么样兑现在于我们脚 有没有踏出去 那我们今天要怎么去跑呢 怎么样去迈步经过这所有的地方 第一个我们可以从我们内在里面去省察我们生命的全部 因为神已经把很多恩赐礼物都已经赐给我们了 而因着我们的罪性或者我们的无知 有很多地方受到玷污 或者有些地方我们不知道 我们要去好好地去检查生命当中每一个角落 然后分别为圣给神 在外面的侍奉来说 我们可以去勇于参与或尝试各样不同的事工 如果你有感动的话就一起来参与 神要我们借着去参与的时候 借着操练我们的恩赐的时候 来经历祂的大能 让我们能够踏入不同的领域 或者说某一种服饰的数量的不同 当我们有这个教堂的时候 我们一直想要怎么用 接下来几个月 我发现大家好有想象力 我们的停车场居然可以多重用途 可以停车可以玩可以吃饭 神要我们怎么样呢 神就说我们就凭着信心去卖不出去 去尝试去用神已经给我们的应许和恩典 趁着还有今天 我们就赶快 去得胜 去得到 当我们这样去执行之后 会产生怎么样一个结果 在第九节 神这样子跟约书亚说 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 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过去神是摩西的神 过去的神是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神 神在跟约书亚说 你过约旦河之后 你踏了那些地之后 你就了解 我也是你的神 多少时候我们的经历是二手 我们很多时候 去传福音的时候 常用别人的例子 我很坦白跟大家说 我年轻的时候传福音 传了我的心虚了 因为讲了半年是别人的故事 但是服侍神越久 故事怎么样 越多吗 去年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教堂正在市场上卖 但是去年六月上市 但是等到八月 我再看到这个地方 但是要把这个意象跟图片 带给教会弟兄姊妹 我还是怕 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意思 我也祷告了 祷告之后 神就赐给我喜乐跟平安 但是真正要讲出来的时候 我还是怕 就在八月五号 就是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正在这边做VBS的活动 突然马路上有一个车子转进来 是一个黑人 她的名字叫Nancy 她就过来说 请问你们教会的带领人是谁 我希望大家都忙 我说我在这 她就跟我说 她说去年的时候 她看见这个地方正在卖 她就祷告神 她说神啊 求你让一个在这个 有一个教会 能够得到这个地方 让这个地方再一次 能够宣扬主的名 然后她说 她经过的时候 她祷告的时候 神跟她说 祷告一念了 于是她开过了我们教会 再U-turn再回来 她说要跟这里的人讲 她跟我讲完以后 我知道是神借着她跟我讲 我为什么讲她是黑人 我请问大家 我不论大家信主多久 你今天开车 经过一个黑人教会 你会进去跟那个黑人教会 找黑人教会的领袖说 我有话跟你讲吗 这个姊妹跟我讲完之后 对我来说 我经历了神 弟兄姊妹 神也要你一起去经历祂 但是脚要踏出去 我就想到有一首诗歌叫 Blessed Assurance 当我在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 我有生命的经历之后 哇 这一切都不一样 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主 不周夜长河 弟兄姊妹 神是多么的爱我们 祂要我们经历祂 要成为你的信息 要成为你的诗歌 我相信神对我们主爱之家 有一个心愿 在生命纪十一章二十四节 神继续跟以色列明说 你所他之地都必归你 今天我们在这边也有使命 神已经把这边属灵的托付 已经给主爱之家了 我们VBS 哇 看见所有的弟兄姊妹 一起付出 你们已经激励了 所有的一起弟兄姊妹 看见怎么样可以 踏出 踏进迦南地 在县堂典礼的那一天 有一位牧师 他这样跟我说 他说他有感觉 主爱之家要成为两百人的教会 应该说两百多人的教会 我那时候认了一下 我那时候还在想 泊坑路还没弄好 怎么有可能呢 但是神借了约书亚记来告诉我们 这个不是可不可能的事情 而是愿不愿意的事情 而是你要不要的事情 是不是主爱之家 我们愿意一起踏出去 去得到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产业 为神国能够夺回丧失的两百多三百多个灵魂呢 要不要 要不要 要 感谢主 愿意我们所踏之地 都把一切荣耀归给神 愿我们用短暂的今生 去换取永恒的价值和财富 让我们有数天的眼光 去了解 是的 我们进迦南地 是一个绝对没办法胜过的战场 但是我们有从神而乐的应许跟眼光之后 我们从属灵的眼光去看迦南的时候 它是我们属灵的财富的兑现 知道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话 我们进去只是把这个祝福兑现的话 大家想我们就好像那个游戏 大家拿着shopping card一直这样子去推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shopping card 因此进迦南地不是一个痛苦跟牺牲 也不是恐惧战惊 也不是怕敌人威胁 而是非常兴奋快乐 而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而且我们进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互相传染 让我们一起能得到这永恒的产业 超自然地与神同行往前走 我们一起祷告 主赐给我们约书亚的心志 主我们感恩 所有一切的属灵丰盛 你已经赐给我们 主带领我们得胜再得胜 Lord help us to be victorious upon victorious Amen Amen 谢谢观看